好,然后再接着咱们还继续回到单词里头啊,那单词里边还剩第二段课文单词没有讲完,是不是讲到saludare,大家打开出56页,继续看下一个词啊,下一个词这是di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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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bega,bega这是奖学金,那比如说之后你去西班牙念书你可以申请奖学金,对不对,好,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proroga,proroga这是什么延长,对吧,那你比如说申请这个什么拘留,就是停留的延长什么的,对吧,好,然后后边这个词endero,endera,那你一看这词就特权货,整个的全部的完整的,比如说se reunió la familiaendera, 那咱们来看这个句子,比如说se reunió la familiaendera,这书说就是什么,是不是la familiaendera,全家,对吧,整个这个家庭都聚在一起,对吧,当时,好,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词啊,aloharse,那像aloharse这个词它变位也是规则的,所以这个变位就不说了哈,那像这个词书上直接出现字符哈,那其实像这个词当什么讲,留宿某人,那也就是说让谁住在哪,对吧,是不是安排谁住宿,那是不是就是alohara uno, 那这个a uno在这个句当中做就是什么成分,是不是直接编语哈,好,比如说la mujer alohó a los turistas que no encontravan habitación,这是说这个女人留宿了什么呀,游客,对吧,留宿直接对象就是啥,alos turistas,什么样的游客呢,她在这儿是不是用了ge,那这个ge在这儿做就是一个什么成分啊,嗯,不是,在这儿这个ge它就是干嘛的啊,是不是引导的是一个从句啊,那它引导是一个什么从句啊,是不是形容词从句,什么样的游客,是不是guan indes que 替代现成词在后头从句当中做成分,做成分是什么主语,是不是没有找到房间的游客,对吧,好,那如果alohar se呢,是不是我留宿我自己,那指的就是什么,我自己暂时住在哪,是不是临时住宿,对吧,比如说el famoso actor se aloha y un hotel de caracas,是不是说这个著名的演员住在了哪,加拉加斯的一家宾馆里头,对吧,嗯,好, 然后再接着看下的alohamiendo,那这alohar和alohar se和alohamiendo,是不是要放在一起寄,这是不是留宿的地方,那这就是什么意思啊,住处,对吧,好,然后后头这个compagnante合适的啊,这个形容词,然后再接着再看后头这个colegio mayor,这在西班牙可以用啊,叫做学生公寓,colegio mayor,然后再接着后边这个especie种类,那大家要记得especie,它是一个什么性的名词啊,阴性的名词,对吧,阴性, 所以你要一个种类,那是una especie,这个种类是不是叫la especie,然后后头这个hostal,hostal就是什么,客店啊,那像这个客店它跟hotel不一样,就是是不是类似于什么呀,旅馆那样的意思,要比hotel,宾馆那种要干嘛呀,然后再接着再看后边这个词啊,这是apartamento,apartamento它有什么呀,公寓这样的意思啊,单元房在拉美用的比较多啊,比如说像咱们在西班牙租房,一般它用的就是 刚才我跟大家说的什么,bicho这个词啊,好,然后再接着看后头这个gombardir,gombardir这个词啊,它是一个集物动词,一看到这个词给人感觉就是啥呀,是不是共享,所以说apartir,这就是一个集物动词,分享什么什么,分享直接对象,是不是就可以做直接变语,集物动词嘛,gombardir algo,por ejemplo,ella y yo,gombardimos una relación,说我们两个人共享一个房间,是不是共用一个房间,对吧,好,然后再接着后头这个alquiler,房租,那像这个, 这个词呢,那它指的是租金,这个词比较容易出问题是在于哪,它最后它是以r结尾的,大家总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词啊,动词,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词啊,名词啊,那有些老师呢,租房那个动词呢,租房那个动词也挺像动词呢,它叫做alquiler,alquiler,这是动词啊,好,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reparir,reparir,这是分摊分配什么什么,比如分摊租金啊,对吧,分配什么什么东西啊,比如说, reparir periódicos,指的是什么呀,分发报纸,是不是把报纸分给一个个人,对不对,好,那接下来看下边这个词啊,endri,这是一个借词,对吧,那endri这个借词,其实它不难啊,是在什么什么之间,那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干嘛,相当于B2N这个意思啊,好,它是用来干嘛的表达一个范围的,对吧,那咱们经常就会说到什么,一个和另外一个之间, 所以说,如果说,如果说,你再做一道借词天空题,a y ve,前头来一个,正好是表达范围的,你第一反应就应该想到谁,endri,对吧,endri a y ve,那你比如说endri tu y yo, hay un enemigo en común,是不是在你和我之间有一个什么样,共同的敌人,el orgullo,el orgullo,这是什么呀,骄傲,傲交,比如说咱俩吵架了,谁也不想理谁,对吧,是不是这么意思,这是endri tu y yo, 然后再比如说endri,gracias,gracias, hay diez minutos de regreso,这是说在可以课之间有十分钟的什么样,课间休息,对吧,那除了是endri a y ve,那时候表达一个范围,它后台可以直接是什么样,加一个附属的名词,或者是集合名词,对吧,比如说esta película,esta entre las más famosas,这是说这部电影在最著名的那些电影之间,那也就是说这部电影是最著名的电影之一,对吧,好,这是这个endri,然后再接着, 看下这个permidir,permidir这个词这是允许的意思啊,它也是一个什么样,集合动词啊,那像这个词的用法呢,允许某人做某事,直接加动词原型就好,用法特别简单,比如说no me permitieron hablar en la reunión,是说他们不允许我干嘛,在会上发言,是不是permidieron,对吧,人家,他们,对吧,不允许我,我干嘛,直接加动词原型,这就好了啊,好,然后再接着看后的这个词ambiente,ambiente, 也是气氛,氛围,比如课堂的气氛,餐厅的气氛,这些都可以啊,好,然后下这个rata,rata,rata,这是种族人种,这样的意思啊,不同的种族,对吧,distintasrathas,好,那你看,种族人种,可以给大家介绍几种啊,怎么说,书上接下来是不是出现了一些,比如说这个blango,白人,就是白色的这个词,对吧,negro,黑人, 其实这个词稍微是带贬义的,慎用啊,好,然后再接着看后的这个mestizo,这指的是印欧混血啊,印欧混血,mestizo,记住就好,然后后的这个呢,mulato,mulato,这是黑白混血啊,你看它是不是分的挺细的,对吧,感兴趣的同学,好好查一查,这怎么来的啊,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,老线系上还有那么一个,专门讲啊,好,然后再接着 后边这个asiatico,asiatico,asiatico,这什么,亚洲的亚洲人,对吧,比如咱们asiatico,那长得是不是也非常像亚洲这个词,asiatico,对吧,好,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,那后边呢,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什么呀,补充词汇啊,补充词汇这个部分呢,那像,也出现一些跟人种相关的,就一块在这说了,比如说avorigen,avorigen指的是土著原住民啊,那像这个avorigen,这些词都是 实际可以当形容词,也可以当名词,那如果要当名词,这个词要注意蝙蝠树啊,avorigen,那在单数的时候,中音在哪,re,对吧,那蝙蝠树是不是叫as,你发现了没,如果要直接傻巴拉机这么一写,中音位置改变了吧,那就应该干嘛要加中音符号,那是不是应该加在i上,那是不是avorigenis,对吧,avorigenis,好,然后再接着看下头这个,还是在补充词汇啊,Europeo,这是欧洲人啊,好,Europeo,然后 indio,这是印第安人,印第安人啊,所以像这些人种呢,可以切一些哦,然后再接着,再回到正常这个词汇这个部分啊,Asia digo,下着这个词,这是funcionar,funcionar,这是什么呀,运转,这是一个不久动词,是不是什么东西运转的好,运转的不好,如果要不运转了,或者运转不好,那就意味着什么呀,完蛋了,对吧,比如说,funcionar bien,el reloj,这手表还好用吗,是不是这意思就是啥,这个手表运转的 好吗,那你说no funcionar,ya no funcionar,那意思就是啥,不转了,可能没电了,也可能怎样,坏了,对不对,嗯,好,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rigido,rigido,这什么,僵硬的,严格的啊,紧接着后头是不是又出现一个rigoroso,这俩是一个近义词,是可以替换的,比如说严格的规定啊,严格的减制度啊,什么的,都可以用,那只不过rigido,它本意是什么,是僵硬的,这样的意思,好,那像这个僵硬的,比如说僵硬的腿啊, 僵硬的脸啊,对吧,那是不是古板呢,那古板呢,是不是僵硬是不动的,所以它转译的话,它有严格的,这样的意思,是这么来的啊,像rigoroso,本身就是严格的,muy serio,muy cruel,这样这个意思在里边,好,好,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apartirte,这个词组是自从什么什么时候,那是不是des de,自从什么什么起,指的是一种起点,对吧,比如说apartir de hoy no se permite estacionar en esta calle,是不是说从今天起, 不允许在大街这条街上停车,no se permite,这是一个无人称句啊,是不是c加三单呀,是不是就是不允许,谁都不行,对吧,是不是,而且它后边是加什么呀,动词原形,还记得刚才所说的允许某人做某事,对吧,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obligar,obligar这个词它变为也基本上是规则的,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基本上呢,它最后是以什么为结尾的,是不是以gar为结尾的,对吧,那以gar为结尾,那是不是比如说在讲过的时候obligue, 那是不是要注意发音啊,是不是要加上一个u,对吧,那在比如虚拟的时候obligue,是不是也得加上一个u这些,那强迫的话,它是一个极物动词,强迫的这些对象是啥,这人,所以说obligar a uno,这是不是强迫的人,强迫某人做某事,a hacer algo,这是这个句型,obligar a uno a hacer algo,好,那给大家看这个例句,el deber me obliga salir, 那在这儿哈,主语是不是就是el deber,所以说deber在这儿是一个名字,它并不是动词,对吧,那名词当什么讲呀,它动词是不是应该呀,should那样的意思,那在这儿呢,它就当什么讲,那指的就是义务,责任,职责,对吧,是不是我的职责所在,强迫我离开,是不是我必须走,就是这么个意思,对吧,a salir,啊,好,那到这儿呢, 咱们第二段课文出院单词就讲完了